被看了 攻击男士羽绒服测评 来了 今天测试一件 好称技能包装又能耍耍的 通行百搭装衣 GXG铃鸭系列羽绒服 先看绑型 传统羽绒服 多少都会臃肿奔肿 而它的两侧 是上帝打印拼接羽绒设计 隐形受腰的效果 重元分泄 整体俐落有形 比一般羽绒服 来得10厂 重量只有350厂 跟一台手机差不多 创感轻薄 抬手伸手都十分自展 日常通行 随便内搭建高丽 或者威仪 时髦的体都兼顾了 既不像症状那么严肃 又不会像运动休闲状那么随意 再来看填充物 一般额绒的保冷性能 要比鸭绒的好 而且它的额绒总长量 在90% 是高端羽绒服的标准 来测试一下保冷性 把三块冰块 准备过在GXG羽绒 和一件普通羽绒服里 10分钟后 GXG羽绒里的冰块组合程度 明显要比普通羽绒服少得多 保温效果相当不错 它填充的 还是西伯利亚高品质二绒 绒多更大 更蓬松 按压回弹性能 也比普通羽绒好得多 再看充公 用了直充公力 不会有传统粘合技术那种 脱胶 庄庄的毛病 一句话总结 冬天上方通行 创它刚刚好